女孩 因為男方是在夜宵攤上 很隨意地說了句 我喜歡你 女孩說 如果她對我的喜歡 和我對她一樣多 不應該好好計劃一下表白嗎 可以不浪漫 但至少讓我覺得很真誠的 非常有道理 親愛的聽眾朋友們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 可能那個男生 沒想那麼多 喜歡一個人是藏不住的 可能就突然想表達出來了 現代人的喜歡啊 真是越來越隨意了 我之前相信的那幾個對象 他們就只是跟我吃了一頓飯 看了我朋友圈那幾張照片 去告訴我 我挺喜歡的 之後沒聊幾句 就跟我早安晚安 然後各種要約我出來忙 像這種喜歡啊 覺得就像外面路邊 發成單是一個頭 全面撒我 著重賠 那你後來是怎麼回答他們的 後來我就說 對不起 這種喜歡我重說不來 你還是找下家吧 結果人家說了 現在那女孩兒 越來越難追了 你知道嗎 還因為等我來得及 發個問號 有人就把我拉黑了 確實太討厭了 是很討厭 但也很清醒 因為這些人 才能讓我等到現在的真理 剛才這個問題 引起了很多聽眾朋友的討論 有男孩兒跟我說 是女孩兒才在意形式感了 也有人說 女孩兒想要一個儀式感的告白 只是為了證明 對方的喜歡不是廉價的 畢竟說喜歡很容易 要放棄也是一瞬間的事 對 現在的人啊 談戀愛的大家太小了 連感情都不捨得培養 都不捨得付出的人 怎麼能談戀上說喜歡呢 我喜歡 我也 我喜歡 我喜歡你 希望這個男孩子 也在聽這個節目 然後好好的 準備一次正式的告白 希望我們的喜歡 能對自己付責 也別辜負別人的期待 一旦愛了 就要認認真真 認真的喜歡 才值千金